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大陸有個新聞說,存款5萬要求提供收入証明,到底有什麼事呢? 而且,有18間商業銀行都出逐最新回應,我們一齊看新聞方面說什麼,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了我們頻道, 最近浙江湖州有個市民發佈影片說,去銀行存5萬元現金,遭到工作人員對職業、現金來源等很多問題去問他, 亦都是問他要求收入証明等資料,這件事亦都是登上熱售的, 到底為何全現金入銀行口要收入証明呢? 而根據紅星新聞記者所報導,2月7日聯絡了18間商業銀行一線業務人員去了解發現, 原來現在每家銀行對5萬元以上的現金,存取客戶就會做一個進職調查,身份資料等等去保存管理。 現在現階段未有銀行明確表示需要提供收入証明的資料,但不少銀行都會進行正常的詢問。 而其實原來在2022年1月底,央行、銀保監會、證監會等三個部門聯合印發了一個金融機構客戶, 進職調查及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,亦都是計劃在2022年3月1日起實施。 這個辦法提到,西融銀行、農村合作銀行、農村信用合作社、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, 就要為這些自然人客戶辦理人民幣單筆5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1萬元以上的現金, 存取業務就要識別及核實客戶身份,了解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。 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聯席院長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, 他說目前中國相關規管越來越規範,亦都越來越嚴格,商業銀行的運行亦都是這樣, 就會對這些客戶做一個進職調查及身份認證, 不是他們國家單獨提出的要求,是國際層面對商業銀行預防及制止洗錢, 還有恐怖融資活動的要求。 而根據紅星新聞記者所講, 他問了18間需要銀行關於拿同存5萬元以上的現金執行狀況, 其實大部份的銀行你拿一個比較大額少少的錢, 都是要提前一日預約的, 說10萬、20萬那樣,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現金, 而有部份亦都在說,你入5萬元到銀行裏面也會做一個正常詢問, 問你的現金是怎樣來的。 而其實這一點在大陸來說不算得上太過驚奇, 為什麼呢?因為你知道大陸的很多詐騙或很多錢都不乾淨, 甚至乎他是會用人頭去慢慢入錢, 然後再一筆個打出去,洗幾次洗到乾乾淨淨。 再加上現在是用了電子支付的了, 那這些拿著整手現金的人是更加麻煩的, 他亦都會想方法去做一個洗錢的動作, 而在大陸來說,接下來會推出這個電子人民幣。 還有,現在電子支付其實要追查到資金來源的錢怎樣走, 應該理論上來說都是很容易查得到的, 正正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因素。 可能有不少的不合分子是希望這段時間將這些錢 入入銀行戶口然後打出去, 或者是用各種方式去洗乾淨它, 所以大陸在去年就推出了一個這樣的政策措施, 去令到它們更加難以去洗錢的。 那站在政府角度就一定是很正常合理的, 但是站在市民角度, 可能亦都會有一定的不變了。 但是現在其實個個都用電子支付, 那到底有幾多人可以有那麼多現金傳入去呢? 而那現金有哪裏來的呢? 那這點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來的。 那你説拿現金,那就算麻煩咧, 但是你説無故拿著很多現金拿去銀行入呢? 那其實以大陸現在這個狀況來講, 是相當之奇怪的, 就好像我們現在出到大陸去吃東西那樣, 你根本都是用電子支付的, 你很少會拿現金出來的, 甚至乎你坐的士, 人家都是叫你數碼支付即比即到的。 那由這幾點就已經看得到問題所在在哪裏。 好啦,那這就和大家看得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吧, 那下集再見啦,拜拜!